工資檢討要及時 十幾個港狗勞工社團聯會代表 首持環壓來到政府總部請願 他們要求將最低工資水平 由時薪28元增加到35元 令到打工仔的生活得到保障 代表認為現時委員會建議只是加2元 確實是追不到通脹的勝負 我們覺得一年一年才追得上實際生活的需要 另外我們希望政府認真考慮 考慮最低工資水平減好的時間 一定要首要考慮中緩金額 究竟我們的最低工資是否高高 第二個就是通脹因素 如果通脹因素我們都追不到 我們加了薪金也是殘積了 有任職保安員的請願人士說 工人耳價能力低 很多時只有無奈接受 最低工資是滯後 你跟通脹和購買力是絕了折 大家相處了原來是這樣的 無奈接受 打工仔沒有什麼耳價能力 自薪35元先合力 另外民間爭取工資聯盟 幾十個代表也來到政府總部外請願 他們不滿最低工資檢討 兩年才加兩元認為是對工人的侮辱 請願人士又將兩元銀扔到地上 予以不肯接受 他們要求改為一年一減 令家福追得上實際生活需要 早前最低工資委員會 勞資雙方達成共識 建議將最低工資由28元調升到30元 並在下個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梁振英提交報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 35元不可少 1970元 海報道 激 向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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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